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年仅16岁的白居易正好也在其中 看着前边好多人都扑丧着脸 离开了小白也不惊讶 坦克起 终于轮到自己了 可是顾大人的反应为何如此的奇怪 他居然连翻都没翻就开始对着封面傻笑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呀 终于顾大人的笑声停止了 哈哈哈哈 小伙子 你这名字也太逗了 居然叫白居易 长安的米价这么贵 居住怎么会容易呢 边说边礼貌地翻看了一下内容 突然顾大人眼前一震 连连称赞 小小年纪能写出如此佳作 哪怕是白白居住也很容易了 这首让顾矿刮目的诗正是《赋得古元草送别》 《赋得》表示这是一首命题诗 这首诗正是白居易为科举考试准备的一篇作文练习 诗的真正题目是《古元草送别》 表明内容要涉及古老草原上的草和送别 白居易开始动笔了 那是一个草掌应飞的春天 好友就要离去 两人在酒肆里小酌几杯以后 朋友就要起身离去 白居易依依不舍 又送别 走着走着到了分岔路口 朋友坐一里去 白巨蚁还是不舍 又送了一程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古园上 天空多么蔚蓝 阳光多么绵媚 白云多么自由自在地在飘荡 白巨蚁却只在乎着梨梨园上草 梨梨是茂盛的意思 古园上的草太茂盛了 白巨蚁弯腰抚摸了一下小草的脑袋 却意外发现了去年的枯根 真是一岁一枯绒啊 这里的绒还是茂盛了一艘 一到冬天小草枯萎 而春天一到则又会茂盛起来 风儿把头发吹散 它们又立刻重新收装 马蹄踩踏肩膀 它们又马上挺直腰杆 就算野火蹲至身躯又能怎样 春风一吹 枯萎的草根还不是马上长出心眼 真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啊 凭着这股顽强的力量 远方倾古道 晴翠皆荒城 蔓延到远处的芳草 侵占了古老的道路 晴空下翠绿的青草 连接着荒凉的古城 看看远方的小草 再看看眼前的朋友 白鸡含泪写下了最动人的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王孙本指王公贵族的子孙 这里是对朋友的尊称 七七还是茂盛的意思哦 又要送朋友离去了 那满意的离别之情 就如同这茂盛的春草一般 要不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这首诗的过人之处 就在于 白鸡不仅歌颂了春草的自强不息 更是让看不见的离别之情 变得形象具体 是的 就像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离别之情也不会消失 以后再路过那个九四 再来到那个分岔路 再走上那个五圆 朋友的笑容都会再次重现 是的 恰如七七满别情 离别之情会一直一直跟随着远方的朋友 直到天涯海角 离离圆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远方清古道 晴翠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啊